中部观光署称北关处日前特别邀请了台湾知名的艺术家赵国宗 柯虹图、林张虎、李正明、林盘耸、庄联东等6人 前来北关处进行写生创作 而活动同时邀请到了其他当地的艺术家 朱镇南、李敬青、王玉松等人 以及淡水国中美术班师生一同参与写生活动 大家跟随着艺术家一起挥洒淡水北海岸的风光美景 交通部观光署北关处日前特别邀请台湾知名的艺术家 有6个人前到北关处进行写生创作 同时邀请到当地的艺术家 有3位以及淡水国中美术班的师生一同参与写生活动 而大家跟随着艺术家一起挥洒淡水北海岸的风光美景 划为笔下的艺术作品 我想增加我写生练习的机会 然后又有一些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大师来一起写生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 然后关门 然后增加我的技巧 然后也多加我们淡水 我们的计计是淡水的机会 然后我很高兴地透过这一次的学生活动 让我更了解淡水的景点 然后也可以透过这一次的写生活动 然后让我更深入认识更多艺术家 也对这次的活动也对我花花的生涯 也有很大的一个经验 艺术家跑遍北海岸各景点写生 当中在淡水河畔远眺观音山的美景 更特别邀请到淡水国中美术班的学生 前来参与写生活动 在校长主任以及老师的陪同之下 美术班学生可以与艺术家一起创作 更能够晋升学习知名的艺术家 现场辉豪的方法及技巧 而北关处策划一起写生去 不仅是三海美景的艺术创作的辉映 更是艺术名家与新兴学子的交流与新传 北关处的写生活动 我们也邀请了淡水国中美术班的同学 一起来共襄盛举 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 不但促进观光跟艺术结合 把整个艺术的能量把它生活化 跟整个地区结合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艺术家 或者是美术班的学生 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共同参与 让大家知道 这个北关处的这样的一个艺术 跟生活节动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内容 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 辖区里面的这些景点 希望把它画下来以后 未来会设置打卡点 就跟你去了法国看的这个 这个樊鼓 他画过的咖啡厅 但那张画不会放在那里 他在博物馆收藏 可是在咖啡厅那边 就可以设置一个打卡点 大家看到那张画 看到对到那个景 哦原来这里 那就会带动吸引更多的观光旅游 北关处期待透过六位台湾知名的艺术家 到各景点现场进行创作 也特别邀请到当地的艺术家 以及热爱美术的师生 共同参与这次的艺术饗宴活动 而大家共同挥洒 北关处的美景足迹 也获得许多游客的热烈回响 而这一场艺术饗宴 不仅是让所有参与者 近距离感受艺术创作的魅力 也让大家感受到北关处 山海景观与独特地貌的迷人之处 记者许多人一弹水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